大家好,我是Mira 平時真的有不少的朋友都會問我 韓國的天氣是如何 或者我要去韓國玩 究竟我應該怎樣穿衣服呢? 所以這段影片我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韓國住的這幾年來 我在每一個季節或者每個月份 穿搭心得是如何 首先,韓國是一個四季非常分明的國家 春夏秋冬,其實你很明顯可以感受到它的轉變 韓國的位度是比較高 所以相對地來說 冷的日子是多過熱的日子 韓國的濕度是比香港和台灣低的 我們平時在香港生活的時候 譬如我們認知的10度 跟韓國的10度是有很大分別的 所以我覺得大家如果看天氣報告的時候 數字呢,我覺得大家做一個參考就好了 因為其實你過來,整個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看有沒有下雨或者有沒有下雪 然後還有一個小提示給大家 就是大家,譬如下星期出發來韓國玩 其實我建議大家可以在早幾天之前 就可以在IG上面搜尋 你去的目的地的一些相關的post 那你就會看到那些人是穿什麼衣服的嘛 那你就會知道大概是什麼天氣 那就可以大大減低你戴錯衣的機會 然後說一下我平時穿衣服的習慣 首先第一就是我多數是穿裙 非常之少穿褲 那所以如果你同樣都是穿裙的愛好者的話 這段影片非常之適合你看 然後呢,我是因為身體非常散弱 所以我很怕攝影 那所以秋天或者冬天的時候 我就寧願會穿多一點衣服都好過 是穿不夠的 那因為你穿得多可以脫 但你穿不夠可能就會病了嘛 那所以我就會寧願多也不會少的 那韓國的春天就是3月至5月 那但是我個人覺得 其實3月初雖然不會開始回軟 但是也算是冷的 所以穿搭方面我會把它歸類在冬季 我稍後才會說 所以3月中其實真的慢慢開始變暖 那但是其實是日頭暖夜晚都是涼的 那所以我覺得內面的衣服可以全部轉薄的長袖衣 但是你也要加一件比較擋到風的外套 因為我覺得韓國的風是挺厲害的 春夏秋冬四季的風都是不野小的 那所以呢 有一件比較厚一點的cardigan 或者擋風的一些乾濕衣 都是很重要的 然後下身的話 那穿長的薄衣裙呢 既可以擋風之餘 又比較符合春天的感覺 我內面就不會穿打底保暖的衣服 只要一件薄的面衣加外套就可以了 那3月份呢 其實我還是會穿透明的絲襪 大家不要小看這些浴色的透明絲襪 它是可以幫你煽風 你有穿和沒有穿是差的 非常之軟的 喜歡穿裙 怕冷又貪美的朋友呢 記得記得記得一定要穿浴色的絲襪 然後4月呢 其實就明顯開始回暖了 所以呢 你外套也可以再薄一點 通常我就會選擇穿西裝衣服 因為西裝衣服 它厚極都不會厚到它邊的 然後裡面一樣是一些比較 絲質雪紡的one piece裙 或者是一些薄的上衣也好 然後加一件不算太厚的西裝外套 其實就OK的了 然後5月 5月其實我覺得是一個挺曖昧的月份 就是因為 它天氣的時候呢 是真的都挺熱的 你有時就這樣穿一件長袋衣 你都會覺得熱 但是去到晚上呢 你浸一件長袋衣 又好像有少少 有機會冷啊 甚至不太好的朋友呢 最好都是戴一件薄外套 或者一條很薄的Scarf 這樣去旁身 保護好頸 其實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 活病 我今年的5月份呢 就是因為我買一天啦 看少了天氣啦 然後我就穿薄了衣服 所以呢 被一些風狂吹之下 我就生病了 然後一生病就生病了4個月 所以我覺得5月是挺難搞的一個月份來的 哈哈 而韓國的夏季呢 就是6月至8月啦 6月份就是初夏的時份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6月頭還是涼涼的 但是6月中開始呢 日頭就會很熱的 穿短就很熱 但是呢 因為到晚上都會涼涼的 所以個人來說 6月份我會穿長袋衣 或者在我裡面穿短袋衣 再加一件薄的外套 而進入7月和8月份呢 就會在韓國超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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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熱的時候 是韓國最熱的2個月份 之前試過是40度 是真的完全不想出街 是 出街就覺得 好焗 好暈 好辛苦 吐不了氣 是 因為我韓國是比較乾嘛 好像一個焗爐一樣乾淨 所以我自己是盡量避免到 我就不太會出街的 一定是穿短袋衣的了 7月8月也是韓國的梅雨季 就好像這兩個月一樣 狂下雨 現在外面都下雨 而且因為雨都下得蠻突然的 是會突然下15分鐘的 忽然間又停 最好帶馬仔出去 然後就是秋季的部分 非常之開心 我非常喜歡秋季和冬季 9月10月和11月就是韓國的秋季 現在就是9月初 所以已經可以穿長袖衣服 穿外套 而且是不用出汗 這個很重要 9月底開始 其實我覺得天氣真的都開始變涼了 到大概10月中的時候 基本上都可以穿一些長版的外套 或者乾濕衣服 裡面就不會是短袖衣服 就會開始穿長袖的T恤 其實我個人的取向就會是 開始穿洋蔥色的穿法 薄的長袖T恤 一件薄薄的背心 然後再穿外套 都是韓國的日頭和晚上的溫差 其實真的會差很遠 所以其實你洋蔥色的穿法 都是為了你可以在一天內不同的時間 你可以調節溫度而已 然後去到10月底至11月頭左右 如果有那段時間 其實穿法就差不多都是洋蔥色 但是外套可以再加厚一點 大家會看到我是會從那件薄的淺藍色乾濕衣服 變成厚的cardigan 我覺得10月份是一個非常適合來旅行的月份 真的很舒服 你會覺得整個環境很乾爽 然後又有微風吹過來 又不會太冷 因為有風吹所以拍照又漂亮 這10月是一個非常棒的月份 然後11月 通常都會下降到十幾度 明顯地你會覺得乾燥很多 所以首先保濕是要做得比較足一點 然後11月份基本上你的穿衣方式 是要厚很多 你再不可以穿夏天的衣服 所以你會看到我開始裏面那件衣服很漂亮 然後一件cardigan 你會看到是冬天質地的裙 再加一個冬天質地的畫家帽 另外頸巾也是不少得的 因為韓國的風真的挺厲害 尤其是秋天 我身邊有很多朋友 包括我媽媽都說 他們想冬天來 但又不想經歷很冷 下雪零下十幾度的溫度 所以我就非常推薦他們 10月底或者11月的時候來 因為其實去年我媽媽是11月底 那時已經是冷到黏了 那時穿上就一定要加一件大衣服 冬天的 但又沒有冷到 真的完全出不了街 所以如果你想感受冬冬的韓國 11月份來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了 然後到12月 你都會看到我依然是穿裙 因為這個是我的本性 我真的很不喜歡穿褲 但是我一定會穿玉色絲襪 如果真的再冷一點的話 就會穿黑色的leggings 基本上11月尾開始 我都會穿一件HITTECH在裡面 因為HITTECH都有不同的暖度 12月份我就會穿普通的HITTECH 12月份就看情況 有時太冷的話 就會穿extra warm 然後12月會看到 完全換成頭的冷衣 然後是包了頸 韓國的12月 基本上溫度都是去到0度左右 但是為什麼我都會穿這麼單磅呢 原因是因為 我在外面會穿一件超大的外套 或者是超長的羽絨 韓國一進入室內就會有暖氣 所以如果你穿太暖的話 你進入室內是很辛苦的 所以普遍都會穿一件 很厚、很保暖的外套 然後裡面穿得比較單磅 然後冷帽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 以前我只會覺得冷帽是一個裝飾品 但我來到韓國之後我會發覺 原來冷帽果然是有它的作用 是保暖的 所以單磅是不可以缺少的 各位 忘記了說 其實這個口罩和手套都是非常重要的 開始到零度的時候 當風兜後兜面吹在你的臉上的時候 你會覺得你的臉好像要裂開 沒有感覺 所以你戴口罩可以保護到臉的皮膚 我覺得一月份是韓國最最最最最最冷的一個月份 所以保暖的方面當然要提升一點 一樣裏面我都會穿得非常單薄的 我會普通穿一件裙子 然後一條普通的裙子 裏面一定是有HITTECH的 可能是EXTRA ROM 但我的魚翁我就會轉一件 是很厚很保暖的魚翁 因為一月份的時候 通常都是零下10度以下的 但體感溫度應該會再更加冷 應該會是零下20度左右 所以由頭包到腳跟的魚翁是非常必須 因為我以前一向都不喜歡穿魚翁 但後來在這裡住了之後 我發現其實長魚翁真的有它存在的必要 因為現在的長魚翁已經做得很輕 所以就算穿了長魚翁 你不會覺得行動不方便 你會覺得很輕 你個人活動會方便 比你穿普通很多層的衣服 所以我是帶去這些長魚翁 而且因為這些魚翁都可以做到防水 因為12月份開始都會下雪 所以防水的衣服都很重要 最後一個月份就是2月份 2月和1月的溫度都差不多 下雪的頻率其實和1月都差不多頻繁 基本穿搭是一樣的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喜歡穿毛毛巾 但其實毛毛巾是好看不好穿的 因為如果你真的下雪的時候 雪溶在毛毛巾上 其實會令到鞋更加滑 大部分的人都是穿波鞋 或者一些防線的鞋 本身一開始都有穿毛毛鞋 但我曾經穿毛毛鞋 然後我滑過在地上 自知後我就沒有穿過毛毛鞋 然後暖包的話 其實由12月底開始 到2月頭都是需要的 而2月中開始 你會慢慢感受到會變暖 直到剛才我說的3月頭 所以你慢慢可以脫下你的軟外套 換一件厚的大衣 但我一樣比較喜歡洋蔥色的穿法 所以我又會穿很多層 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然後穿一件有一點厚度的西裝外套 再外面加那件大衣 但裡面一定會有HITTECH 如果再不夠的話 再加冷帽或鏡巾 那麼我12個月的穿搭分享 就分享完畢了 其實因為每年的氣溫都不同 所以我也不可以說 9月份就一定是這樣穿 其實是不確定的 而且好像今年一樣 早幾天有打風 梅雨季到現在9月頭都還沒停 然後聽說今年的風業 又會再遲些才來 但這是我自己的小小意見 我覺得行李行李箱裡面 一定不可以只是同一季的衣服 因為我實在是中個服太多次了 話說我之前去濟州旅行的時候 我就看到天氣布過十幾度 我就撿同樣在首爾穿的十幾度衣服過去 誰知道我過到當天狂風暴雨 一下雨就會冷很多 所以我是完全戴不夠衣服 那幾天是冷得不得了 然後因為所有衣服都是轉下季的 所以我想買都買不到 雖然說首爾是一個非常容易買衣服的地方 但是很難保 都會像我這樣的情況 好 希望今天這個分享可以幫到大家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讚我 記得followIG的話 就可以即時知道韓國的天理 記得按訂閱和按鈕按鈕的話 就不拍錯過早上的影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到最後見 多謝西德國收睇 bye 中文字幕志愿者會